花莲县政府在今天召开了 花莲县观光产业灾后纾困振兴座谈会 由县长徐政会主持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立委复昆旗帅 国民党立委还有议员7个人共同出席 会议中是以国民党党团名义 捐出100万元协助花莲震灾 预计明天会把0403大地震灾后重建条例 送立法院预示处 希望在最短时间之内 让灾民回到正常生活 县长徐政会表示 自0403地震发生之后 无论是受灾互的安置或是房屋的修缮 各项赴允工作都是持续进行推进 未来在每个产业如何去纾困 也逐渐规划当中 目前0403灾后各项修缮补助 学校相信都希望比照107年0206正在时候的做法 幸福也希望能够比照0206 那时候不论是在动产或是不动产 像是围墙水塔等房屋修缮 或是房屋的重建 以及领量者或是轻重商的商者补助 都是用0206的上款来做 所有上款的明细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公告在网站上 那第一笔是这个中国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的100万元 那另外还有45万是我们今天来的六位的那个委员跟议员 我们自己另外再捐了45万 那因为我出发前刚好接到一个民间友人 拖我再缴10万元 所以总共是155万元 善念 做好事存好心 说好话 一起来回全国的灾利 一起来祈祷 一起来救助 把所有灾后重建的条例能够把它完成 让大家能够安心 我们大家同岛一面 在中华民国这块土地上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们希望把所有政治上的对立 都能把它放下来 我们好好的来救灾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国民党团会推出灾后的重建条例 只要是灾区 不管是在花莲 在新北 这个中和组成 还是台北的万华 还是桃园 任何地方的灾医都可以得到重建条例的保障 让他们有爱心的生活 我想今天不分朝野 2300万人同岛一面 同岛一心 要尽速的把重建条例来完成 让所有的灾医都能够得到最大支持 协助跟报道 国民党律院党团总 赵副冯基表示 临时临时上大地震之后 重建条例一步一步的把灾民暗制 观光服务书做好 这是全国所有0403受灾区都能够适用 预计在4月10号早上12点以前 会将0403大地震灾后重建条例 送到立法院医事处 而且会在周二有程序委员会将该案排入 希望比照921灾后重建 在最短时间之内让灾民回到正常生活 记得收看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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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楼